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文中的这一段 Eugénie Grandet的选段之后呢 今天我们还是回归到语法部分的内容 一起来看几个课后练习 那这一课很多的练习呢 都是针对l'expression de but 关于目的的表达 来出给大家练习的 那么不妨在一开始 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到的目的表达 它有几种主要的方式 首先可以直接加名词的一些借词 或者借词短语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有 pour en vue de de crainte de de peur de 主要是这样的几个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要在后面加动词的补定式呢 首先这几个都可以直接加补定式 同时我们还可以再补充几个 还有 afin de afi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为了做某事 de manière à faire quelque chose de façon à 这几个呢 是我们补充到里面的 好 那最后一种呢 更复杂的情况 我们要在后面加一个从句 那这时候就会把这些借词 或者借词短语 稍微做一些改变 把它们变成连词短语 那我们就有 pour que afin que 我们注意是没有 en vue que 这样的说法的 还有 de peur que de crainte que de manière à ce que de façon à ce que 那有这样一个大体的梳理之后呢 相信我们对于目的的表达 都能够比较完整的掌握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一起看到 课后的第四题 是需要我们用前面讲到的 刚刚梳理过的这一些短语 来给句子进行填控 同学们可以自己先做一做 有些同学呢 可能自己也买了参考答案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有好几个短语 它们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做得更加的仔细一些 把所有能够用在 这一个情况下的短语 都给列出来 那也是帮助我们 更加全面的 去掌握这些短语的用法了 好 同学们可以先自己做一做 这六道题 走完之后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第一题 驾车人 驾驶人 读完这句话以后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是对 那些驾车人说的一句话 像是一个呼吁一样的 司机们啊 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 你们应该开得更慢一些 那么这里的为了 我们可以填哪一些短语呢 我们看它后面接的是一个从句 对吧 而且用了虚拟式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可以填 这几个都可以的 对不对 都可以表示为了 所以不管你选了这其中的哪一个 都是正确的 然后第二题呢 卖家呢 把能做的都做了 为了让顾客满意 那接从句的话呢 我们和前面那句一样 为了避免错误呢 你应该再读一遍 你的这个文章 那这里 很明显是一个动词的不定式 那接不定式的话 我们可以用哪几个呢 在这里可以填 这几个都可以用在这里 那有些同学肯定在想了 真的一点区别都没有吗 那在意思上面呢 其实是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区别的 尤其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不和和 和 一般来说不和呢 是程度最轻的 它可以说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 so that 你只要做了前面这件事情呢 自然而然的 应该是能够达到后面那个目的的 这个时候用不和就可以了 那 afende和 envide呢 一般来说目的性会比较强一点 那如果要特别强调 为了这个概念的话呢 一般我们会用这两个 那我们从语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用法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只是意思程度上的区别而已 所以我们这句话里面呢 用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看第四题 那它后面接的是名词 动词不定式 还是一个从句呢 这里接的也是一个动词的不定式 就是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带他去看电影吧 为了让他高兴 那和上一句一样啦 后面接不定式 我们可以说 是不是有同学觉得这里也是不定式 所以毫不犹豫的又填了跟前面几个样的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好好地去理解一下他的句语啊 意思是声音非常的低 那他压低声音说话是为了被听到吗 肯定不是啦 肯定是为了不被听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用那两个比较特殊的 表示为了不怎么怎么样的短语啦 所以这一题是最容易出错的啦 我们看最后一题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呢 还是理解句子的意思 这个经理呢 强调了这一个项目的重要性 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呢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 所有人都提前的想一想 第二个是 一个会议呢 能够按照计划召开 那所以这两个目的都是用一个从句来表达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动词其实都是用了虚拟式的 首先这个要看出来 那么借一个虚拟式的从句 我们可以调用哪一些连词端语呢 这几个也都可以啦 所以第一个空我们有很多选拟 那第二个空呢 后面引出的第二个从句我们直接用 所以这句话是 第二个 第二个 同样表示计划 规划 第三个 有这样做的意想 意图 第四个 那些结果 那分的话呢 也可以用来表示目的 接下来的两个 我们应该比较熟悉 目的 目标 同样是目标的意思 所以呢 这里是几个敬意词了 用这些单词也可以表达出 做一件事情的目标 目的 是怎样的 那我们从具体的题目当中去看 媒体应该选用哪一个单词呢 这里难度就更大了 那同学们先自己填一点 感谢 好 听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 第一题 这种方式是 fixé pour objectif 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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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题 就比较的 有难度 有多少同学填对了呢 可以举起你的右手 虽然雷老师看不见 我可以感受一下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用到了 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表达 还记得吗 当时我们讲到的是 avoir的一个结构 but 和objectif 都可以用在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来回应一下 这个结构叫做 avoir pour but 或者 或者 avoir pour objectif 首先 他们的意思是 以什么什么为目的 目的在于 所以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补充到 这节课所讲到的 目的表达法当中 雷老师特意在前面一课里面 没有先给大家讲 就是看看 到这里 我们能不能够回忆起来 avoir pour but 和 avoir pour objectif 那他们的用法呢 我们以前讲过 他们是后面可以直接加名词的 所以如果我说 这项目的目的呢 是为了增加产量 这项目的目的目的呢 或 我们练习里的句子很像了 对不对 所以首先 我们可以说 avoir pour but 或者 avoir pour objectif 比如我们改编一下 这 project a pour but d'augmenter la production 那也是同样的意思了 它后面接 动词的不定式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两种表达 那在这一句话当中呢 其实 它是用它来做了一个 直接表达目的的状语 它把avoir给去掉了 这项目 是 这个计划被制定出来 目的在于增加农业的产量 那我们在之前的基础上 这样的一种用法呢 也不难理解了 对不对 它是作为一个表达目的的状语 来对 这个动词做目的方面的说明的 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 这样看下来的话呢 第一题应该非常简单了吧 那当然 也是可以的 这里我们课后的答案呢 有点小问题啊 应该是在这个结构当中 通常我们是不用管词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L'Energie Atomic 这个词我们可以记一下 Atomic 就是核的原子的 那L'Energie Atomic 就是核能源了 L'Energie Atomic ne doit être utilisé qu'un 什么 Pacifique 我们已经能够理解到它的意思了 核能源呢 只应该被用在和平的目的上 所以这里要填一个名词 可以指目的的 有很多啊 那些结构 le but l'objectif 都可以指目的 那我们从哪里来判断呢 这个 Pacifique 是负数 所以 只有 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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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第四题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动词 是哪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 是 所以我们可以是 构想一个计划 构想一个方案 都是可以的 那这里既然这个构想的具体内容已经有了 在后面补充说明出来了 把你们全部都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用了电关词来修饰 好我们看第四题 好再问一下大家这个 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一道题里面刚刚看到了 意思就是说 这场旅行让他们如此的开心 如此的令他们满意 他没有打算 明年再去一次 那说到打算的话呢 其实 也都可以表示 但是这里我们更合适的 因为有一个词组已经非常熟悉的 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打算 所以这里停了当心 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的话 其实和第一题也是相呼应的 它也是用到了 这个表达 而且我们看到书本上 这个A还写错了 不是借词 应该是没有accent的那个 这边还有一个表达 值得我们注意一下的 这边还有一个表达 意思是 人们说 还是什么别的意思呢 我们在前几节课里面讲到的 表示对比比较的表达里面 有出现过的 它其实是 好像什么什么的意思 感觉好像政府制定出这样的一些规章 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的复杂 那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嘲讽了 就是说政府呢 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 但是呢 在一些人眼里看来 这些政策出来以后 他们的工作就变得更加的复杂 更加麻烦了 所以他说 哎呀感觉好像胜负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麻烦 所以才出台这些政策的 因此他用了 on direct这个表达 it looks like 好像怎么怎么样 那这里的 我们也没有问题了 来做几道练习 公布学过的内容 然后 És tout pour aujourd'hui